在吴俊在今天江苏省东南部县府内有一位私礼的官员忽然暴毙又醒过来说 急忙请太守和同事前来 他就在床上叩头的说啦 我到阴间向阎王哀伤的请求 他们献我在三日内要欠一千人不要吃牛肉 才可以继续活下去 我现在恳求你们诸位诸公 替我前面欠导百姓不要吃牛肉 众人以为他生病昏乱胡言乱理 所以假装答应他 过了三天私礼又死了 众人才害怕起来 共同遵守不吃牛肉的这个戒 又准备了一本本子 将县里面那些受欠借的人 他们不吃牛肉这些人的姓名写在上面 光一天就有数千人 随即向天空浑烧这本名册 忽然就有人来报称 私礼又活过来又复活了 众人前往机问他 私礼就回答说 他的灵魂又被民官死者勾售去 民官非常生气 这个主官非常生气的责骂他 忽然有一神明 拿了一本破纸布册来了 说是戒死牛肉者的姓名 主官就打开来看 非常高兴就说了 你不但可以再回阳 回到阳间 并且可以延续72年 太守跟众人都受到无量的福报 啊